有网络的地方就会有人在 有人在自然会形成江湖 有江湖必定有传说 我就是网络传说 深山歌 大家好 我就是传说中的深山歌 今天讲是杨颖突然给我发了信息 是从微博上发来的 可能我说的杨颖 大家不是很了解 这是黄晓明的女朋友 她的英文名叫Angela Baby 我说到Angela Baby的话 很多人会知道她是谁 因为在网上或者视频当中 大家所熟悉的名字 都是她的英文名 Angela Baby 她具体发信息给我说了什么呢 她最主要的是想告诉我 她开了新店 并且希望我能够帮她做一下宣传 推广她网络上的人气们 大家知道了 当然了 做生意 都希望自己的店能够做好 做火 做红 让很多人来捧场 自然就会有生意 有生意自然会有钱可赚了 可是刚开始她提出要求的时候 我并不是同意的 为什么 因为我们做脱口秀也不容易呀 好 说到脱口秀 我在这里打住一下 很多人不明白脱口秀的定义 说到相声 大家很多人会明白 相声就是虚构的 偏些段子或者故事来说 相声的基本功大家都知道 是什么 是个字 说学逗唱嘛 可是说到脱口秀的基本功 有多少人能够懂呢 你站在视频面前 看视频的 你想一下 回答不上来吗 好 我告诉你 脱口秀的基本功是什么 吃喝嫖赌 无分点就是四个字吗 所以说脱口秀也有脱口秀的基本功 别以为做脱口秀就那么简单的 要是我说的那四个字 你都没有做到的话 说明你脱口秀的基本功还不够 扎实 还要继续的学习啊 好了 扯得远了 现在我们还是讲Angela Baby开店的事情 当然了 后来她跟我说 这是给钱的 我也就笑娜了 当然了 我不但帮她做节目 还帮很多明星也做节目 现在的话 要是给钱 我就帮做 资金到位 也自然会做了 有个人 也就是网上的网友 比喻我们做脱口秀的 就像公交车嘛 只要给钱就能做了 回去想了想 确实还挺有道理的 好 具体 我应该怎么样帮Angela Baby做她的火锅店宣传呢 我们现在聊一下 她除了请我 网红以外 还有现实中的明星 很多人都知道 现在明星要做店 要做推广 基本上在自己的圈子 朋友圈 也 明星的朋友圈 大多也是明星 要的话 在网上再找一些人 像我这样的网络红人 都做推广 这样的话 生意就会很好 有谁去了 我就举一个例子 非常简单的例子 谁 陈鹤 陈鹤 我想大家都应该了解她 要是不了解的话 那我见说一个人 贾琳 一位的话 贾琳和陈鹤 在做了一期 那个娱乐节目 叫做 开心俱乐部 我就帮他们做了一期 推广的脱口秀 所以说陈鹤 受到Angela Baby的邀请 就去了他新开的店 叫什么店 碳一 很多人不明白这个词 碳一是什么意思 碳就是那个 烧烤用的火炭 木炭 一就是第一的一 很多人纷纷了解 到底为什么 开一个火锅店 会要碳一 这个名字呢 不过人才还是在民间 高手在民间 有个网友就把这个话 这两个字就是电名 解释出来了 碳不就是黑的意思吗 碳有不黑的吗 就是手卫的意思吗 绑手绑一都是一个意思 所以黑手 放出来就是手黑的意思 你既然来吃了 就不怕被黑 所以从陈鹤去Angela Baby的店里面的时候 当然你被黑了 当然这是我们外部人 也就是网上网友看到的 说是被黑的 怎么这么说呢 因为陈鹤去探医 也就是Angela Baby的店吃东西的时候 还晒了一下账单 从一个人去楼 可不是跟到朋友 然后细心的网友还在这份 这份菜单上面 仔细算了一下 结果发现 这样用了三千元左右 我说天哪 三千元 什么概念 像我这样 前几个月之前还靠上班来生活的 打公主 一个月 保顶也就两千五块钱 吃一餐就三千元 引起了网友 哗啦啦啦啦啦啦的评论 太多人评论了 说太贵了 你这真的是探尼啊 探尼就是太黑了呀 哎呀 月里吃的都是他的铁粉丝 还有一些明星朋友 你想想 那是像我们普通人哦 谁会月里 谁敢去吃 那么贵的 一次火锅呢 一个人去三千多 那几个人不上万块了吗 当然啦 我做这个节目 最主要是为 Angela Baby的烫衣 火锅店做广告 也是因为收了他的钱嘛 现在你叫我做衣物 我也不干了咯 除了为他的火锅店做广告以外 同时我也希望 在我的节目中 能够教会大家成长 什么意思 所谓成长 就是看我的脱口修 看我录制的视频 对自己有所帮助 让自己能够学到知识 让自己成长 从一个更高的视角 去观看整个局面 哪怕是做生意 好 怎么样理解这句话呢 简单的说 现在明星只要一红一点的话 基本上就要扩张自己的能力范围 比如做生意 做制片员 等等等等 我这么说 可能你不太相信 我就拿前几天 我刚刚为了做了几期节目 同时做了几期的 一个沿路水 薛志钦 薛志钦是靠选秀而走红的 选秀走红后 他马上办了第一个 也是火锅店 叫什么 大家看图片 上上千 上上千 就是专门用那么一根竹子 穿穿穿穿的 又拿来烫火锅的 除了他 还有谁 那可就是 元老级别的人 孟非和黄磊 前段时间不是办了一个 叫南可 不是 黄梁一梦 大家看一下图片 说的就是 孟非和黄磊 共同创办了一个 很小的面馆 后来 后来有很多人去吃 但是 气心的网友就会发现 哎呀 你去吃这 单价算下来 每个人一个人 吃到三百块钱 还吃不饱 孟非也在自己的微博说了 说什么 保证新鲜 保证新鲜 让你们吃的嗨 吃的爽 那太贵呀 三百块钱 是我平时的伙食费 都要 都可以吃一个礼拜了 你吃一餐 吃不饱 你当然要新鲜啦 所以说明星经过这种策略性的经营 就是利用自己的名气 经营出很多除了拍电影 拍广告以外的经济来源 我们也要像他们学习一样发展性的思维 也就是观众性思维 不要只钻牛角尖 好了 这一期我们脱口秀节目就做到这里 要是大家喜欢我的节目 可以在我的微信公众号上留言 再见 我有书情将你 今有网红 真三哥 哈哈哈哈 感谢观看